热能 为什么火炉会将食物烧热? 为什么太阳出来后,大地会变得温暖呢? 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热的作用 虽然我们看不到热,但就感觉到热 这样热的本质是什么呢? 热是否一种物质呢? 除了用火,还有很多方法令物体变热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磨擦 例如,当我们磨擦双手的时候 会不断消耗体内的化学能 才能令双手不断作出运动来产生热 由这里看到,热很可能是一种能量 而这种能量是由其他能量变成的 能量是工作的能力 如果热是一种能量 那它是怎样工作的呢? 在煲汤的时候,用煲盖盖盖住煲 汤煲滚的时候,就会产生大量蒸气 推起煲盖 这个就是热会工作的例子 一杯只有90度的热水 看起来很静,但都会工作的 如果我们将一支酒精浸入热水中 就会煲滚酒精 令封住饰管的塞弹起 由这里看到,热的物体的确是有一种能量 会移动物体的 总结来说,热不是一种物质 而是一种能量 这种除冷热而改变的能量 我们可以称为热冷 嗯